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非常重要的问题 佛华教学的目的 有一条说 令一切众生历苦的落 所以我们必须要认清楚 眼前的这个爱欲 是六道生死轮回的根本 细细地去思维 去观察 这个爱欲是苦 不是真正的落 一切迷惑颠倒的众生 习求得到眼前好像碍于短暂之路 你不知道你付出了多少的代价 换得来很短很短的这种快乐 不值得了 你所付出的代价 在佛华里面讲 就是你造作的业障 这是你付出的代价 代价的后骨 三土六道 很少人主 很少人仔细去想一想这个问题 如果你把这个问题想清楚 把这个事实真相看清楚了 你对于眼前五一六成的享受 自自然然就淡过来 无语的才是明十岁 现在大家拼命在追求 你真定能追求得到吗 如果真能够追求得到 我想释迦牟尼佛也就不会阻止我们去追求 实际上追求不到 你用种种手段方法求得的 还是你命里头有的 你命里头没有 你绝定求到 你要把这个事实真相搞清楚 搞明白了 你就会恍然大悟 用种种不正当手段去追求 是错了 为什么命里头有的 为什么命里头有的不求还是会得到 这些事实真相 何必要造作罪 这个事实真相 这个道理 表凡书信里面讲得很清楚很透支 大家要多看多听 我对于初学佛的同修 我总是劝他 先把了凡事实训 念三个病 然后再谈 用这个作为学佛的基础 你先念三个病 你就明白了 你的心就定了 你自然会得福报 这一个寇目 这个寇目比什么都重要 英光劳法斯当年在世 一生提倡 要回去 我早年学佛 我早年学佛 对他老人家这种极力提倡 感觉得非常迷惑 他是佛门的大德 为什么不提倡 佛教的这些经论 提倡了凡思绪 用意何在 现在我们才真正明了 他老人家的苦口婆心 挽救现代社会的借运 要凡思训 是很有效果的一种修学方法 佛经虽然好啊 来不及了 救急 了凡思训 有很大的作用 首先叫我们明了英国 认识英国 善因决定得善果 我应决定 有我报 人要真正懂得 英国报应的道理 英国报应的事实 我们齐心动念 言语造作自然就会收敛了 不敢 不敢 知道作物 对自己决定不理 对于世间的爱运 自自然 自自然的就降低了 你明白这个道理 你的慈悲心 你的爱心 一定会慢慢地挣扎 懂得 爱护一切众生 再下面一个问题 是 冰火能壁 散托巴纳门 开人天涅槃门 散托 地狱我鬼出生 散我道啊 散托巴纳 散托巴纳 这个纳是比喻 我们人呢 走纳 遇到了困难 没有办法囤离 把纳里面 前面的三条就是三条 所以你要是堕三图 你是造了难 遇恨不容易处理 遇恨不容易处理 那么三图 遇恨不容易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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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大夜阴里面 佛给我们说最重要的一条 我鬼贪心 我们今天贪明 贪财 贪财 贪食 贪力 天天贪心在增长 将来果报 过鬼道却要 鬼是贪心 贪心别过鬼 那由此可知 如何能够脱离过鬼道 把落鬼到这个门 鬼门关把它闭起来呢 关闭起来呢 不贪 鬼门关就关起来 贪心正常啊 鬼门关开得好大了 你不知不觉就走进去了 贪心正常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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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真的当作是假的 把假的当作真的 把善的当作是我的 把我的当作是善的 这叫愚痴 愚痴是畜生道 所以佛在经上 常常提醒我们 贪嗔痴 叫三种犯犯 这个三条 就是我回地狱出生的业因 我们如果想不堕三火道 佛告诉我们用什么方法 断贪嗔痴 你就不堕三火道了 学佛的人 有没有贪嗔痴 有啊 学佛要不懂这个道理 不断贪嗔痴 学了佛之后 还堕三火道 你看学佛 贪图佛华 世间他不贪了 他贪佛华 我们问贪佛华的人 要不要坐墨轨道 肯定坐墨轨道 为什么呢 他的业因是贪 不过贪换了 换了个对象 他贪佛法 他不贪世间法 将来坐墨轨道 在墨轨道里头想服 不受罪 又说他贪的是善罚 还是坐不了墨轨道 在墨轨道里面 那佛讲的墨轨道 有多才鬼 有少才鬼 有无才鬼 大概是贪佛法的 可能会变成多才鬼 少才鬼 鬼里面想服的 所以我们不能不知道 佛法也不能贪 佛法也不能有嗔恨 怎么说佛法又嗔恨呢 我修这个法门 我喜欢这个法门 看到修别的法门呢 他就讨厌 他就毁谤 他就起嗔恨心 这样的人 虽然学佛 还是要坐低于道 自然毁他了 依旧是回谤三宝 大错特错 往往犯贴错误的人 自己完全是不知不觉 还以为自己是对 这个我们在现在社会上 看到很多 这些人呢 实在讲 虽然是修佛 甚至于出家 对佛法不通啊 对佛法不懂啊 真正通达佛法 知道 佛以无量方便法门 度一切不同更新的众生 众生更新不相同 所以佛法的法门不一样 更新 跟法门相应的 决定得度 所以佛才说 法门平等 无有高下 我们都要尊重 都要礼尽 决定不可以说 我不喜欢这个法门 我不学这个法门 我就厌弃它 这个观念 错误 我要尊重它 我要礼尽它 我为什么不学呢 跟我的根基不相应 你看我们在华言间 五十三宝 这就是非常明显的一个例子 五十三位善知识 他们所修学的法门 都不一样 彼此尊重 互相赞叹 决定没有说 毁谤哪个法门 这是我们的好榜样 不单对于佛门的宗派 互相尊重 互相赞叹 连我们佛教以外 其他的宗教 都一律平等看待 也是互相尊重 互相敬略 完全没有分别 善才童子去参访 圣热婆罗门 这一位善友是什么身份呢 印度教的长老 佛陀那个时代称婆罗门教 我们现在称印度教 圣热婆罗门 用现在的话来说 印度教的长老 他的德号叫生日 善才童子就参访他了 他是一个真正觉悟的人 是充满智慧的人 在我们佛教里称他 他是佛 他是菩萨 但是他所实现的身份 是印度教的传教师 是印度教的长老 你从这个地方看 佛法对于所有的宗教 都这么样的尊重 都是这么样的赞叹 也都这样的认真向他们学习 并行外道 这也不是佛教的 都是属于其他宗教的 当这 我们今天 主动地访问其他宗教 离近其他宗教 赞叹其他宗教 读诵其他宗教的经论 学习其他宗教 这是佛在华言经上教我们的 我们没有违背佛陀的教诲 我们学习善才同志 五十三餐 所以今天外国 有提倡多元文化 所谓多元文化 就是我们中国 古圣先贤所讲的 世界大同 不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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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是一家人 世界大同 外国人叫多元文化 我们中国人叫世界大同 现在许许多多外国人 有这个思想 有这个理念 这个思想 好的思想 这个理念是好的理念 希望全世界人与人之间 就像父子兄弟一样 相亲相爱 互相尊重 互助互作 祈求世界和平 社会安定 人民幸福 古圣先贤 教导我们的终极目标 就是这个 外国人 推行多元文化 就是我们中国古人所讲的 推行世界大同 外国是看到近代社会的动乱 生活在这个世界 没有安全感 冷静思维 怎样挽救 这才提出多元文化的礼宾 这个礼宾在我们中国 三千年前 典籍里面就记载 最明显的 最明显的礼宾里头 礼宾的大同学 这个是 多元文化 最高的理想 最高的维命 最高的指导 颜值 我们应当 把中国古圣先贤的教会 介绍给西方的圣职 来促进世界大同 那我们在这个华严经里面看到 是大同的落实 华严经里面给我们讲到 两百多个不同的族群 他们在华严世纪 你看生活的多么融洽 这个里面 决定没有真体 大家鸿沐相处 大家都平等对待 这个就是佛的经济 这就是佛的过途 我们怎样能够 其如 完全靠觉悟 觉悟的人 没有自私自利 觉悟的人 看一切众生 一世同仁 看一切众生 都不看自己一样 自他 不二 迷糊的人 自己跟别人 界限化得很清楚 所以我们自己要问 我到底有没有觉悟 我是在觉还是在迷 就从这一点 你去思考 去反省 你就知道 我跟一切众生当中 没有界限的 我觉悟了 我跟众生当中 还有界限的话 我没有觉悟 佛经念得再多 甚至讲得天话乱坠 还是有界限 你的觉 名字觉 好像是觉悟了 实际没有觉悟 你的心理没有改变 你的行为没有改变 真正学悟了 心理行为统统改变了 你的爱欲淡泊了 你的慈悲增长了 你懂得爱人吗 你懂得爱护众生吗 你不会再做三卧道的业了 所以 约理贪嗔痴 三徒的门关闭 除此之外 缓有几种困难 叫拔难 三徒之外 头一个 神长寿天 你造了难 长寿天是指什么呢 六道里面叫四空天 四空天寿命长 飞翔飞翔天 寿命八万八截 为什么说三道四空天 这个是六道里面最殊胜的 最高的境界了 为什么顺利遭呢 那个地方没有佛法 佛菩萨在六道里的弘华立身 上面直到四残阶 下面到这个人阶 指在当中这一段 三徒里面虽然有佛菩萨印花 很难度啊 而四空天里面呢 佛菩萨不印花 没有佛的教皇 所以他这个难 主要就是 学佛的机会没有了 这是真正的难 真的造了难 不是指其他的 学佛的语言没有 四空天里面 四空天 总说叫长寿天 那么长的时间 没有缘分接触到佛法 那么其次的呢 佛告诉我们 世之变聪 这也是呢 世间聪明知晦 变才无安 这种事 他不相信佛法 你跟他讲 他不能接受 他还有一番歪道理 来拨持你 这虽然在人道 虽然遇到佛法 不能接受 这人造了难 忙碌母阴阳 也在罢难这种 虽然有机会接触 但是自己 有残血 忙 没有机缘 看到佛像 没有机缘 看到佛镜 龙 没有办法 听讲经说法 雅 自己 有疑问 没有办法问 对于佛法的修习 比一般人困难多了 上才提出这个问题 如何能够避免 散土瓦难 开人天涅槃门 人天涅槃门 我们现在所讲的五臣佛法 人臣天臣 声闻 原觉菩萨 声闻 原觉菩萨 是属于涅槃人 幻于涅槃人 众生闻佛法 绝不躲散土瓦 可以 免除散土瓦难 这是我们学府 所获得殊胜的果报 底下一个问题 云或能处散有细腐尘 若种之泄脱尘 前面所问的 着重在果报上讲的 这一条所问的呢 着重在阴形上说的 三月就是玉阶色阶 胡色阶 有了习气种子 你就没有办法脱离三阶 这三阶当中 如果我们把无欲的享受放下 财色名识税放下 决定没有探住 你来一生 就不会再生 再欲界 你生到哪里去 这界天去 那我们自己想一想 我们对于财色名识税 还会不会动心 这个事情 很现实 不能骗人的 自己认真反省反省 对于这个无恙东西 还有贪恋 月定在欲界 所以 参禅 难啊 我最初诸佛 对于禅 非常向往 禅中的点击 我也涉及 我也涉及了一些 最后想一想 没有办法 我决定没有能力去修场 为什么呢 欲不能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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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修什么定 修什么样的禅定 你都没有办法生 四参天 你决定在欲界 欲界六欲天 对于这个爱于淡薄 离在欲界天 升得比较高一点 欲界六成天 越往上面去 爱于越淡薄 没有断 我们在世上断不行 念头上要没有 才是真断 世上我们离开了 可是念头还有啊 还会起心动念呢 你才晓得 欲界是多么不容易 远离 欲界真的放下了 断掉了 你能够生四参天 四参天的是 四参天 你还执着有形色 四参天 四参有十八参天 看你对于 色法 执着程度的前身 你也执着的前 你就升得高 十八参天 你往上升 你要是分别性重 那你的地位就比较低 如果对于四也不分别 也放下了 这才能生五参天 越往上越难 升到飞翔飞飞翔天 还是出不了三叶 还是出不了六道轮回 为什么呢 它有五四叶有 这叫三有 有这个意义 它就有果报 你就没有办法 离开细腹 这个细腹 是烦恼的代名词 你出力不了三叶 成就是代表三叶 必须要脱离三叶 三叶六道 你才能入佛的泄脱成 泄脱 用现在的话来讲 就是自在 我们念去神 动词讲 就是把烦恼 把爱欲解开了 我们说解 解是名词 说解当作动词 是把这个情结解开 脱是脱离 脱离了欲经 脱离了色界 脱离了无色界 脱离三界六道轮回 所以脱是从古上讲的 解是从因上讲的 修宣人 着重在因 不要去想古报 因上解脱离了 国报自然就现成了 解脱离了 最重要的一个业因 因那就是智慧 没有真智慧 没有办法解脱 所以佛教过我 因解得定 因定开会 能不能解脱离了 可以帮助你到色界天到无色界天 出不了六道轮回 硬要开会了 就能够超越三界 所以阿罗汉 开智慧了 称之为正觉 可见得他开智慧了 他才能超越三界 他要不开正觉 他就没有办法脱离三界 那么由此可知 四产天人 四空天人 有定没有会 他们居足解定没有会 不能算成就了 五成佛法里面 他们叫人天小空 会开了之后 才能入涅槃门 才能得泄脱禅 由此可知 我们学佛 学什么 学开智慧 佛这个名词 里面就包含了智慧 觉物 我们要求觉物 我们要求智慧 智慧从哪里来 智慧从定中来 如果我们不能得定 智慧就不会开 什么叫定呢 大家不要入会 不是每一天在自己的佛堂 禅堂 盘腿面鼻 做几个终点 这叫修定 那个定靠不住 不管作用 真正能起作用的定 靠得住的定 六根接触六成境界 不起心 不动念 不分别 不执着 这是真点 眼睛 不执着眼睛 什么都看 看得怎么样呢 如如不动 不起分别之处 盈根在四成里头入定 耳也听 虽然听 在阴身里面 不分别不止处 不起心不动念 我的耳在阴身里头入定了 这个定才管用啊 入定的时间长久了 就开智慧了 智慧就能聊生死托三界 我们要修菩萨这样的禅定啊 你看看善才童子 这我们还没有念到了 善才童子参访玉相章者 玉相章者修禅定的 他在哪里修呢 他在市场里头修 市场古时候的名词 现在的最热闹的市场 外国人讲的墨 我们现在讲薄货公司啊 修禅定的人天天逛市场 逛市场上修禅定 定会双修啊 先天逛市场 市场里头那些货货啊 新的东西产品啊 看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这是会 你不是个糊涂人 人家说起什么都知道 虽然看得很清楚啊 决定不动心 决定不起念头 这是定 在那里入了定 你看我们一般人 往市场 心就被他牵走了 看到这个好的想买 看到那个动心 口袋里钱都被人骗光了 有功夫的人呢 他天天看天天看 他从来没有动一个念头啊 想去买一样东西 人家修禅定 不是在禅堂里面壁打坐啊 哪里热闹哪里是 在那个地方试验试验 不分别 不执着 不起心 不动念 这叫真的功夫啊 真的禅定啊 现在才从这参访 到最热闹的市场去参访 欲想章天 所以行事说什么 离思无碍 四思无碍啊 他们是入了无障碍的境界 决定不受外面境界的诱惑 所以禅定这两个字的意思 六族慧能大使在《谭经》里面讲了一句 外不受诱惑 内不齐心动念 叫全地 其实六族大使这个讲法是从《金刚经》上来的 他老人家是在《金刚经》里头开悟的 所以《谭经》我们可以说《金刚经》的注解 是他老人家修学《金刚波落》的心得报告 他解释禅定这两个字的意思 就是《金刚经》里面 《佛教给徐妇提》这两句话 不取余相 如辱不动 就是这两句话 外不着相 这是禅 内不动心 是定 不取相 外不着相 这叫禅 用现在的话 外 决定不受诱惑 这个财色明是种种诱惑 不受 这是禅 内里面没有齐心动念 顺境 善言 不齐心 不动念 没有贪爱的心 逆境 卧缘 不齐晨惠心 这个心呢 永远在境界里保持平等、清净 这叫禅定 我们要懂得禅定的意义 知道禅定是怎么修法的 我们每天出去 看在外面的境界 还会齐心动念 禅也没有 病也没有 怎么办呢 回家去老实念佛 求生俊途 靠佛力加持 虽然是这么说 也要把诱惑减低到最低的程度 我们才能往生 如果不能把这些爱欲降低 念佛还是不能往生 必须用念佛的方法 把我们的烦恼扶住 我们没有能力断 我们用这句佛号 把这个烦恼扶住 看到外面形形色色的 贪心起来了 阿弥陀佛 用阿弥陀佛把贪心压下去 把那个贪心换掉 这叫念佛功夫得力 逆境雷陀佛 逆境雷陀佛 看到冤心带足 成恨心起来了 阿弥陀佛 成慧心 鸦皮 这叫慧念佛 这样念佛功夫才能堆力 才能够待业往生 如果念佛一天念得再多 念得再好 瞬境还会起贪心 逆境还会起晨慧心 这样念佛不能往生 为什么呢 功夫不得力 扶不住烦恼 因此我们能不能往生 不要去问别人 自己清清楚楚 不要求别人印证 你在这个世间求别人印证 是假的 人家骗你 绝对不是真实的 我有一年在洛杉矶加基 洛杉矶加基 有五个年轻人 是受过藏传的 喇嘛仁波歇印证过的 这个仁波歇喇嘛说 这五个人已经开悟了 所以他们很自负啊 自己以为高人也等了 瞧不起别人了 我在那边讲经 他们也来听 听完之后求我印证 要我证明呢 他们开悟 我看了一看 不是你们没有开悟 他就非常生气 这个密宗上司 仁波歇和佛 都说我们开悟了 你为什么说我没有开悟 我就说 我没有开悟啊 你要我来给你证明 你开悟啊 你肯定没有开悟 这假的 骗人的 开悟的人怎么会发脾气 开悟的人不会发脾气的 你赞叹他 你赞叹他 他也不会发脾气 你骂他 回谤他 他也不会发脾气 那是真正开悟的人 你看看 我们说几句话不好听 他马上面色就变了 脾气就发起来了 反复一过马 小小的风一吹 他就动了嘛 他连一丝毫禅电的功夫都没有 他怎么会开悟啊 所以今天有许许多多的人 自己以为修行 有功夫了 去求人开悟 结果了 都上当 都被人骗了 我是个老实人 不骗他 他对我不高兴 骗他 他欢喜 你说 这种人 难说了 在这个社会里头啊 假的多啊 真的少啊 我们是佛弟子 我们要遵守佛陀的教情 决定的不欺骗别人 所以你找我来印证 你肯定有意 我碰到这个事情很多了 老老实实念佛就好 我们这一生当中 就肯定有成就 不可以有邪知邪见 求人来证明我开悟 证明我到什么境界 这个都是心理不正常 古时候 可以 现在 不可以 古时候确实有开悟的人 现在 现在这个时代 不可能有 这个话 不说我说 定行老法师说 地牢在香港 住了不少年 这个是地牢的学生 但是呢 谭是老法师讲的 谭老在这个香港住不少年 我过去曾经在他的图书馆 中华佛教图书馆 讲过不少年的经 谭老法师讲 现在这个时代 没有开悟的人 套劳人家九十多岁往生了 说他一生当中 说佛 中门教下 开悟的 不但自己没有见过 听都没有听说过 但是参谈得定的 他见过 虚应老和尚 得争第一 参谈得定的有 开悟的未 那么得定的人 只能生到色界天 无色界天 虚应老和尚 很难得 他生斗帅天 斗帅天是 欲界第四成天 清津米勒菩萨去 斗帅内面 这个是禅定的 最有成就的人 并不多 参谈要大车大悟 明心心心 才出得了三季 才能脱离这道轮回 可见得这个事情不容易 但是 修进途念佛 往生的 欲知实至 站着走 坐着走的 临终不生病的 他说他一生当中 亲眼见到二十多个 听到的那很多 亲眼见到的二十多个 这是真的不假的 他虽然是天台的传人 天台的祖师 他依旧是念佛求生 禁忠法门无比殊胜 《华言经》末后五十三餐 提倡净土 所以第一餐 吉祥云比丘念佛法门 最后一次餐访 普贤菩萨 摄大愿望 道贵几落 你看五十三餐 一个头一个围 都是净土法门 都是念佛法门 这个意思非常明显 我们要记得 要认真 好好地学习 唯有老实念佛 所有一切妄念 望远通通放下 我们才能够成就啊 才能聊生死 初三界靠这一句万德鸿鸣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就讲到这里 等会 Stay 不会 一直放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